Singgol… 她還可以嗎… 還可以吧 Wee Land為你極速送上 港男日罪手冊最後一集 星期日晚上10時半,ViuTV 本港再多兩宗新型冠狀病毒個案 他們沒有外遊記錄 衛生防護中心說 社區可能已經出現隱形傳播 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罷工 大量醫護人員缺勤影響服務 新生嬰兒心設治療部 和急症室是重在區 林鄭月娥說已經指示 不符合指令要求的官員 不准戴口罩 當局其後澄清 是提醒官員減少不必要佩戴 各位歡迎收看這集新聞 本港再多兩宗新型冠狀病毒個案 兩個患者都沒有外遊記錄 屬於本地感染 衛生防護中心說 社區可能已經出現隱形傳播鏈 不排除發生大型傳播 張文樂報導 64歲女患者在佐敦行峰中心服裝店工作 店舖沒有開門 商場派人在場內消毒 不相互亦自行清潔 攝環處人員在商場外清洗街道 她住在河文田半山一號 上個月23號起吉授 30號發燒 兩天後即是上星期六 去到伊利莎白醫院求醫 之後確診 已經轉送瑪嘉列醫院隔離 要插後輔助呼吸 情況危態 另一個60歲男患者 住在南田康田院遇康國 上個月22號起不舒服 先後到4間私家診所看醫生 上個月31號 再到聯合醫院 和張君浩醫院求醫 之後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說 兩個患者都沒有外遊記錄 相信在本地感染 雖然我們現在好像總共的數字 都是17宗 好像相對比其他地方 好像不是多得那麼緊要 但是這些流行大學的特徵 就發現了其實他們有4宗 都是很大機會是本地感染的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隱性的 全部的鏈可能在社區發生著 我們都不排除 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大型的傳播 所以未來的14天 我們都是個關鍵 兩個患者都在普通病房 留意一段時間 才轉到隔離病房 衛生防護中心說 部分患者病徵輕微 難以第一時間發現 都是非常困難 你差不多要所有 入院的病人都要隔離 很多人都會入了連一輪 才發現可能他有肺炎的病徵 然後你才想起 可能他都是要做一個監測 或者他不像平時病人的情況 那麼小不免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另外一個68歲女患者 情況仍然危殆 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那TV記者張文樂報道 本港出現手中新型冠狀病毒患者死亡個案 39歲的男子住在黃埔花園 上星期五確診之後一直情況穩定 他由病情突然轉差 到證實死亡大約4個小時 醫管局說死者生前有糖尿病 但未能解釋病情為何急粗惡化 會交給世音廷跟進 簡學禧報道 39歲的男子上個星期五轉往馬加列醫院接受隔離 他上個月21日坐高鐵到武漢 兩天之後從長沙南站坐高鐵回香港 牙膠號開始肌肉痛及後發燒球衣 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之後一直情況穩定 直至到星期二上午情況突然轉差 他今早6點多時發覺他突然間差 呼吸很困難 接著發覺他心臟停頓 我幫他做了一輪急救 證實他死亡時間是10點多 醫管局指死者生前有糖尿病 但不能解釋為何他的情況急速惡化 會交給死因廷跟進 其實過去幾天病人情況穩定 一直在接受治療 也幫他照肺做電腦掃描 這兩天見到他氣喘是多了 由於他差得比較快 在短時間之內見到他那麼差 醫生也覺得他的死因暫時未能解釋 他所住的黃埔花園十一旗一座 穿上全副保護裝備的人員在大堂消毒 附近而和遊樂場等設施關閉 食環署人員也到場清洗對出的街道 和死者住在同一層的住坑 會減少外出 我們自己在家找一些漂白水 把家庭放進去 但其實 最近沒有人跟我們說 就算衛生署也沒有聯絡過我們 現在我們都自我隔離 我們也不上班 或者去朋友家 同死者住在同一座的72歲母親 在離園門公園度假村隔離期間 發燒和吸收 送院後也確診 目前在瑪嘉烈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由於他沒有外遊記錄 衛生防護中心評估 他是給兒子傳染 是本地人傳人個案 而男死者的太太 一對子女和外傭 仍然在離園門公園度假村隔離 NLTV記者簡學希布特 醫護罷工進入第二天 工會說大約7000人參加 醫管局就說 直至下午4點半 有4400多名醫護缺勤 包括360個醫生 和2500個護士 令服務受到嚴重影響 當中新生嬰兒 深切治療部和急症室是重災區 如果罷工持續 不排除關閉部分緊急服務 包括急症室 文書評報導 令服務無難 共犯救國 醫管局員工陣線第二階段罷工 早上在醫管局大樓集會 開始排隊一人一信 參加集會的人 企滿大樓內外 工會以流水式一人一信 收集請願信 現場亦都有人高舉指牌 造流動式的連儂牆 被參與罷工集會的人士 留下訴求和聲音 參與的醫護人員高舉示威標語 派發宣傳單張和白絲帶 不滿政府還未全面封關 有經歷過沙士的醫護人員說 現屬政府防疫意識不足 我03年第一年入職 剛好沒有沙士 現在剛好他原來17年 當時的醫管局給予我們的防疫措施 全部都比較 現在安心很多 當時我們會有 下午也會有出手液派發給我們 但現在我看到甚麼都沒有 我要自己去搶購 我們會來疚 我們希望市民體諒 我們希望政府快點回應訴求 二來沙白醫院急症室大堂 等候看醫生的病人不多 醫管局表示 如果罷工情況持續 部份緊急服務要關閉 醫管局說 大量醫護人員缺勤 令到很多服務受到嚴重影響 特別是生生嬰兒心切治療部 都是缺勤的 變成在當中 我們需要調派一些人手 都發現了困難 因為生生嬰兒 都是一些不觸磅的嬰兒 都需要一些特別的技術去照顧 所以我們都需要 在短時間都比較難 找一些已經有這些訓練的同事 他又說手術失伏 沒有受到嚴重影響 只能夠維持緊急手術 腫瘤科手術 因為人手不足要延期 病人的化療服務也要改期 專科門診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務 病人可以打電話改期 若果藥物不足夠 可以到專科門診配藥 醫管局說 已經聯絡50多名私家醫生 現在篩選適合的個案轉介 NOW TV 記者文說平報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政府全球採購口罩不成功 已經向各個政府部門發出指引 不符合指定要求的官員不准戴口罩 有藥房負責人說 代理近日兩度取消功課 相信最快到今個月中 市面才有較穩定的口罩供應 施信遇報道 市面一罩難求 市民連日四出搶救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承認 政府全球採購口罩不成功 在星期一的記者會 部分官員已經沒有戴口罩 到行政會議前見記者 林鄭月娥都沒有 她說全球口罩供應緊張 已經發出內部指引 只有生病 負責前線服務 以及到人多密集地方的員工 才需要使用口罩 不符合使用要求的官員 不准戴口罩 每人戴幾個 其實對於緊絕的供應 都帶來很大的壓力 口罩使用量高的食環處清潔工人說 雖然外判公司定時派發口罩 但是仍然不夠用 給一隻嘛 要用四隻 今天要用四隻 是啊 你四個小時一隻嘛 我們十幾個小時 沒有的 現在只剩下僅僅一盒左右 僅僅一盒左右 連公司那些 因為這陣子風頭火勢 用多了 一個就不足夠了 一定要 這陣子就難買一些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上個星期說 短期內有超過三千萬個 口罩供應市場 不過有藥房負責人就表示 原本以為口罩供應 會在年假後恢復 但是代理近日兩度取消供貨 相信最快要到二月中 才有口罩出售 國內因為現在它本身的需求太大 可以供出口的都比較少 就算我們海關那方面 可以讓大家了解 不會再卡住的話 我想下來香港的口罩都會比較少 至於其他東南亞國家那些 因為現在他們疫情都緊張 所以我們看最近的供應量都不會多 他說部分入口箱正嘗試 改向歐洲中南美洲拿貨 NOW TV記者施進宇報導 行政長官辦公室回應內部口罩指引 指引不適用於公務員自備的口罩 政府沒有要求同事不可以戴口罩 只是提醒官員以身作則 減少不必要的佩戴 可以考慮個人情況決定是否需要 下一節回來會報導 日本對一個本港確診患者 曾經坐過的郵輪進行大規模檢疫 船上所有人在有結果之前都不准下船 台灣實施實名制限救口罩 蘇政昌說日常生活不用戴 呼籲民眾不要搶救團職 疫情嚴峻學校停課 亞仔女怎麼算好 不用愁 今晚會請來老師、學校和家長代表 看看如何應對 記住留意 BioM貝達安 沙士病毒黑星呈獻 今天疫情 今晚7時半,ViuTV BioM貝達安 沙士病毒黑星呈獻 今天疫情是由… 與香港人一起抗疫的BioM貝達安 贊助播出 屯馬線即是接通西鐵線 和馬鞍山線的新路線 屯馬線一旗 就會率先接通烏溪沙士啟德 以後要出入新界和九龍 就會有一個新鐵路線選擇 東鐵線的乘客 之後可以選擇在大圍站 轉車、經鑽石山站 去九龍東 到時候由大圍站到鑽石山站 只是九分鐘而已 大圍,大圍 當屯馬線全期開通 會接通新界東和西 到時想去哪裡玩 都一樣方便 沒錯,屯馬線一旗 即將在2020年率先為大家服務 而我們亦很期待 屯馬線全期開通 100年安全的堅持 有機就是HIP 球星匯聚 技術掛碎 ViuTV每月精選直播西甲賽事 別這麼快又是機搭飛 記住,這個星期 他們跟華倫合演真四大戰 選擇他們,真的有實績支持 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 基達飛對華倫星 星期六晚11時 99台ViuTV現場直播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繼續擴散 內地死亡人數超過400人 確診個案突破2萬宗 內地至今有20483人確診染病 武漢所在的湖北省 疫情仍然是最嚴重 有超過13500人確診 其次是浙江和廣東 疫情已造成內地425人死亡 當中414人在湖北 港澳台確診個案 目前合共有37宗 香港首次出現死亡個案 全球其他地方的確診總數 超過160宗 泰國和新加坡一日內 都新增6宗確診個案 分別累計有25宗和24宗 日本對本港 一個新型冠狀病毒確診患者 曾經坐過的郵輪 進行大規模檢疫 船上3700人都不能下船 直至檢疫完畢 預計今天稍後會有結果 有美國專家說 病毒的傳染性極高 幾乎肯定會成為流行病 吳飛生報道 本港一名80歲確診患者 曾經乘坐的鑽石公主號郵輪 現時停泊在宏濱港 接受考生勞動省人員的檢疫 有化燒等病徵的人員 就要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 呈陽性的話就必須隔離 船上3700名乘客和船員 要留在船上 直到所有人檢疫完畢 那個本港患者在上個星期六確診 有乘客透露郵輪在這個星期一晚 才首次廣播有關訊息 患者可能使用過的桑拿和餐廳 當日仍然照常營業 但多數人都沒有戴口罩 面對疫情持續擴大 口聲勞動省擴大接受 新型冠狀病毒檢查的對象 由僅限於去過武漢和肺炎患者 擴大至去過湖北全省 和未被診斷為肺炎患者的人 台灣的外交部就由星期五開始 禁止所有在14天內曾經入境 或者居住大陸的外籍旅客入境 包括享有免簽證待遇 落地簽證 電子簽證待遇 和持有效簽證的人士 但是港澳居民不在這個措施內 有特殊原因需要入境 而過去兩週未踏足大陸重點疫區的旅客 就需要提供過去兩個星期的旅行史 和7天內的健康證明等文件 申請入境簽證獲批之後才可以入境 至於持有效居留症的外籍人士 如果14天內去過大陸 返台之後就要自我隔離14天 有美國專家說 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性極高 幾乎肯定會成為流行病 即是在兩個州或更多的地方持續肆虐 美國疾控中心前總監忽利登認為 病毒可以受控的機會越來越低 NOW TV記者吳菲芯報道 台灣禁止口罩出口一個月 但是搶救的情況持續 當局宣布星期四開始實施實名制 每人一星期限買兩個口罩 行政院長蘇貞昌說 日常生活不用戴口罩 呼籲民眾不要搶救和囤職 吳嘉耀報道 台灣已經禁止口罩出口 戴口罩搶救潮持續 消毒酒精和酒精搓手液等的用品 亦都被搶救一空 由商店公布有口罩出售 門外除積大排長龍 幼兒園同樣面臨兒童口罩不足問題 政府早前同一分配 平均每間幼兒園 只是拿到150個口罩 有幼兒園說一個星期日就會用完 唯有交學童戴成人口罩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 工廠已經全力生產口罩 但仍然未能夠滿足龐大的需求 有業者更加說製作口罩的原料 只夠在未來兩至三個星期用 呼籲經濟部協助提供物料 當局宣布星期四起 便利店停止發售口罩 並規定民眾要以實名制購買 身分證號碼最後一個數字是單數的人 只可以在星期一、三、五 帶同健保卡到指定藥房買口罩 星期二、四、六就開放給數字是雙數的人 星期日就所有人都可以購買 每人一個星期限夠兩個 更交為10元新台幣的口罩 每次最多只可以幫一名親友購買 行政院長蘇貞昌說 新措施是要確保有需要人士買到口罩 又說台灣暫時未出現社區感染個案 健康的人如果不是進出醫院 或者到人多擠迫的地方 日常生活就不需要戴口罩 政府雖然要求加開生產線 還派請國軍幫忙 24小時夜以繼日的生產 但如果不需要的人 也一直搶貨、囤積、浪費口罩 生產再多的口罩都不夠用 由專家亦指出 就算戴了口罩 民眾都可能因為接觸衣服 在物體表面的飛沫 再觸眼而感染病毒 因為比起戴口罩 注意雙手清潔更加重要 NOW TV記者吳家耀報導 面對全球出現口罩 專家呼籲各界謹慎使用 也千萬不要團職 否則產量再多也應付不來 專家亦多次提醒民眾 一次性口罩不能重用 內地科技日報訪問了 曾參與抗沙士防護紡織品研製項目的 專家近向動 雖然官方明確指出 攝氏56度下等30分鐘 就可以有效消滅病毒 但不能以清蒸或水煮的方式 循環再用口罩 過濾層主要是由聚丙烯 熔噴超細纖維構成 這些材料會經過處理 令到它帶有微量的電荷 增加過濾層在蓬鬆的環境下 仍然能夠保持吸負力 清蒸和水煮會令到電荷消失 超細纖維也不耐高溫 會收縮變形影響防護功效 至於以火酒消毒 由於口罩表面都經過礦水處理 火酒難以消毒口罩的內部 而且會影響口罩外層的防水結構 利用紫外線燈去消毒 一樣是不可行 因為聚丙烯溶噴材料 對紫外線非常敏感 紫外線會破壞它的結構 減低口罩的過濾能力 醫用口罩最初在18世紀出現 但直到1919年 西班牙流感大爆發時 公眾才開始戴口罩 雖然部分專家對口罩 防止空氣傳播病毒的功效 持懷疑態度 但仍然認為可以降低 飛沫傳播的機會 以及保護從手到口的傳播感染 效果在醫院特定的環境中 效果顯著 不過英國廣播公司 引述英國公共衛生部專家鄧寧 說如果在外面 普通人群中戴口罩 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使用者要知道 如何正確配戴和使用 要經常更換 和安全處置廢棄的口罩 民眾戴口罩的時間越長 就越難遵守相關的守則 不正確配戴去使用 有機會令人產生虛假的安全感 而造成疏乏 下一集有天文台科學主任 講一下天氣 有些東西眼不見為正 這個廳沒有任何分體機或窗口機 收收賣賣才是美滿家庭 其實門口這一組都是鞋櫃加雜物櫃 希望新間隔可以影響到視覺效果 ETC劉王呈獻專家1、2 星期六晚8時,ViuTV 新年來百佳,開心笑著敗 珍寶師橙4個裝,19.9 急凍南美白對蝦肉,30.9,兩包 超級牌,街之選,金魚線餅乾 賣1,送1 偉大金鑽系列,Smart衛生紙 54元兩條,送紙售金6包裝 大家好,我是Dr.John 我是Ideas for Hong Kong的創辦人 我在這裡緊祝大家 試煉一田和氣,老少平安 我來到東京了 很漂亮 職人以考手為客人素 做最合心意的作品 這種切身處地 由心而發的日式待人精神 就是Amatanashi 波文來自日本,誠心代理 忠谷借錢緊要還,不是給錢中介 流感黑星,一噴殺菌 BioM配達胺,轉來天然配方 經香港三大學府權威測試 有效殺滅流感病毒和多種病菌 安全可靠 實惠卓越屈臣史有壽 怎樣洗手才對 首先,開水後洗濕雙手 接著雙手離開水源,加入鹼液 擦混後擦出泡沫 開始洗手七色 手掌、手背、紙縫、紙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至少要二十秒 洗擦後就要用清水 徹底將雙手洗乾淨 旅務,星期日晚上十一點 ViuTV開談作法 大家好,今晚有我周振元陪你看天氣 一股東北季後風正是影響著華南元朗地區 為我們帶來比較涼的天氣 另外,可以看到一度廣闊的雲大現在正是覆蓋著華南地區 這一區的天氣會比較陰暗一些 今早就下雨了 雖然下午停了雨 不過,可以看到整個天氣仍然是蓋著雲 所以,各區的氣溫都相對比較平均一些 看到最高的氣溫分佈是 介乎17至20度之間不等 我們預計,這一股東北季後風 在未來的一兩天會增強 我們這一區的風勢都會很大 詳細的預測是這樣 會是大致多雲,一周一晚會有微雨 氣溫是介乎15至18度之間 吹和換的東北風,明天的東風會增強 再看看電腦的預測 我們預計,一股是乾燥的季後風補充 會在星期五抵達華南 週末至下週初,我們這一區的天氣會好轉 不過,早上天氣仍然會清涼 最後看看八天的預測 我們展望星期四,風勢仍然會頗大 還有有微雨 接近周末,天氣會好轉 今晚看到這裡,下次見 現在星期氣溫18度 相對濕度83% 新聞報道員,再會 接下來是 Rain by WAN,貝德安,沙士病毒 黑星呈現,今天疫情 每天都要做甚麼都好 記住隨心所用 這些菜式是你喜歡煮甚麼 喜歡吃甚麼,你會吃甚麼 很規定 我覺得我可以多加點餡料 保持隨性,就處變不敬 他在2009年有蚊、有肝硬 所以做了碗肝手術 你有沒有很害怕 還沒死過,又不痛 風險有895% 895% 很像 最愛沒有飯開 今晚10時半,ViuTV 冷了?就馬上喝 讓我給你一些幸福的… 喝 全新特強幸福雙風咳熱飲 第一步,針對頭痛和喉嚨痛 第二步,他的特強薄荷配方 幫你通過鼻塞 第三步,加入怪賓德塵成分 有效舒緩吸收 成功阻止感冒症 攝不攝,喝一喝 特強幸福雙風咳熱飲 玫瑰要親手送先舊心思 沖咖啡也是 由咖啡師親手調配 每一杯拉花 每一份心意 配合瑞士年Linda軟心朱古力 MACAFE全新玫瑰系列 送給每位甜蜜 保濕品靠表層補水就夠持久 不過Neutrogena可以激活肌膚 製造水分 新星級Hydro Boost 專利酵母睡取科技 透明質酸自己生 72小時持久水暖 Neutrogena 以前只可以上網看精華 現在美國最受歡迎的說話 正式全集放鬆 香港也能看到 很棒 相識滿天下的主持 我真的在你女朋友打擊嗎 我猜對 她選擇了你去拍攝她的拍攝嗎 當然是你女朋友 見證荷里活,導遊真友誼 去拍攝她的拍攝 LMD節目 今晚9時半 96台ViuTV 緊貼港股走勢 分析宏觀經濟 市場資訊一攬無遺 還可以打來問專家怎樣看 交易時段 星期一至五上五 9時半及下五、三點 ViuTV 用10萬歐元買的單位 然後用50萬賣給阿迪惠 為何我會這麼笨去賣 因為法例規定要買50萬物業 香港沒有移民體 也沒有… 也沒有顧問的註冊制度 有時候其實不是做移民顧問的事 也會做一個心理家庭輔導 我試過有個客人說 我如何拆散女兒和男朋友 所以我可以帶女兒去 在這個生意中,你們可以賺多少錢 滿翠又要瘋,又要戴頭盔 星期四晚11時半 Fill TV 頭有點痛,為何會這樣 止痛藥,吃完一陣子又一陣子 無論吃多少也好,頭痛也會出現 頭越來越痛 我看到電視有殘影 為何會弄得肩膀痛 頭痛,發燒,右邊肩膀痛 我想我應該找到 令你頭痛的原因 霸鱗時清乾明目,飲情欠 恐怖醫學,星期日晚8時半 ViuTV 以前每個頒獎禮都聽到這句斑 開始聽聽,1、2、3 謝謝Parko 來吧 獎項沒有他的名字 但有他的位置 謝謝Parko,一定要 其實說真的,我們在金牌裡 所有選歌,到最後獎項得獎 都是Parko的功勞 和新設計呈獻,Chill Club 星期日晚9時半,ViuTV 我們在一起唱吧 一起唱吧 一起唱吧 可以唱出來的,不用在心裡唱 在獅子山下的時候 真的感動得想哭 大家幫忙… 也可以幫助我們上去開演唱會 這麼無稽的事情都會發生 香港這個世界又怎會沒有希望呢 晚安幫拖搞過場 今晚11時,ViuTV 你們不發覺 香港人就是不再喜歡我們嗎 ViuTV為你極速送上 港男入醉搜查 星期日晚10時半,ViuTV 今天本港出現手中 新型肺炎患者死亡的個案 亦多了兩宗新增的確診個案 屬於本地感染 亦都令市民非常擔心 本地爆發的情況 而學生都停課防疫